1955年受贤时,许光达被授予大将军衔,许将军向来是淡薄名利,就历次大将,还对工作人员说,我们红二方面军其实有四个人都有当元帅和大将的资格。 许光达没有说具体的是哪四个人,但我们看看红二方面军的领导层就知道了,总指挥贺龙,副总指挥萧克,政委任毕时,官向应。 今天咱们要说的就是当年跟贺龙齐名的官向应,熟悉军史的人都应该知道,官向应与贺龙的名字是始终连在一起的,连军部的文件签名都是用贺官来代替,后来的新丹局书记李景全曾比喻说,贺官是我们一面旗帜上的两个名字,正如我们党旗上的镰刀和斧头一样。 从1931年开始,官向应就与贺龙走到了一起,一直到1941年,官向应去延安休养整整十年的时间,两人都是密不可分的最佳搭档。 一个负责军事,一个负责政治,跟后来的刘邓临罗一样,都是我军历史上的非常经典的搭档。 有一次,贺龙满怀深情地说,我和官向应无论在战场上,工作中,始终在一起出生入死,记不起何时不在一起,何时有所分离。 还有一次,贺龙被火速派往前线,官向应不在,贺龙就给他留了一封信,官向应回来看到那封信,竟然哭了。 对于工作人员说,我和他一起打了十年的仗,始终没有离开过,现在他怎么一个人去了? 这就是两位革命前辈的革命友谊,那是一种出生入死的革命感情,现在人已经很难理解了。 抗战爆发后,红军被改编为八路军,下辖三个师,请注意,三个师的领导是这样的。 115师,师长林彪,副师长聂荣珍,正讯处主任柔荣环。 120师,师长贺龙,副师长肖克,正讯处主任官向应。 1290师,师长刘伯成,副师长徐向前,正讯处主任张浩。 按照官向应的级别和能力,如果不是赢年早逝,绝对是元帅的人选,至少也是大将, 比肖克都更有资格。 然而可惜的是,由于常年抱病工作,官向应的病情越来越严重,连左手都不能动弹了。 但官向应仍然很乐观,对来看望他的贺龙霜,把左手锯掉了,还有右手一只手,照样能为党工作。 这就是那一代革命者的高尚之处。 1946年7月21日,官向应与世长辞,年仅42岁。 在主教会上,毛主席,朱老总等在沿岸的中央领导全部出席, 尤其深圳大共事十几年的贺老总,更是哭得泣不成声。 几天后,贺老总写了一篇《哭相应》,其中写道, 整整十五年,你我同生死,共患难, 巧手苍天,你殷荣万在,而我则寝不成年。